大家好 批评训书 土工中国它有些个动作 它是规定动作 就是季节一到 就赶紧就要上来搞几天的 要搞一阵子 最近11月底了 12月份了 多年底了 包子就没钱花了 或者准确的说土工没钱花了 所以其实每年到这个季节 土工都会出台一些 也不叫出台 召开一个会议 搞什么搞这个搞那个的 其实我是了解这些事情的 但是我们的记忆力都有限 每次看见以后就一惊一乍 土工要搞什么了 不得了了 其实人家是常规动作 我这几天做视频 就没有去扯中南海下水道的消息了 都是就已经出现的事情 给大家讲一些个常识 看的人就没那么多了 因为优管你必须要一进一扎 才有人看 不过也没关系 因为这个月我的预期已经达到了 点击量 然后收入都已经到了我的目标了 所以我就躺平了 就跟大家扯点现实的事情 而不是造谣传谣了 就讲什么呢 讲说这个年底到了 公安部又开了一个会 叫视频会议 说这个什么要全国 要狠抓赌博 赌自100块钱到500块钱 那就要逮人了你知道吗 然后公知人员 要从众处罚 处罚 又搞了一遍 搞的是人猫狗样的 吓唬老百姓 这个东西呢 我说了嘛 我们一看嘛 马上又惊呆了 小心脏又受不了 怎么又抓赌博 100块钱又抓吗 是不是 哎呀这都是吓唬你的 首先第一 这个东西每年都有 每年到年底的时候都搞这个事情啊 但是今年呢 说实话 说的是给你吓唬人 过去说100块钱到500块钱呢 也要罚款 你知道吧 现在是直接堆人 为什么呢 一眼以鼻之徒 都年底了 没钱了 这个没钱不仅仅是包子里没钱 包子里的确是没钱了啊 但是更主要的是下面的人没钱了 公安部的人没钱了 派出所没钱了 公安局没钱了 所以要搞这个事情啊 100块钱就抓 基本上中国要抓一半的人 因为中国人都无聊啊 也像什么长沙 像什么成都 就这种地方满街都是赌博的 是不是 就在马路上面就开始 就摆麻将桌 就去玩 你说你玩牌 你没有一个赌资 那你怎么个玩呢 有什么意思呢 如果没有小赌博的话 你没什么玩呢 我妈那么年纪大的人 原来你要堵个 要打个麻将的话都是五块 你如果打五块的话 你怎么着手上要有一个二百块钱吧 是不是 那你就要把我妈也抓进去了 你说是不是 哎呀 所以要跟大家扯着这个事情啊 首先第一点啊 上来我就说到第一点 你要了解土工的做事的规律 了解他的常规动作 所谓常规动作 每一道集结一定会要上场 一定要要拿一把的啊 就跟一个神经兵啊 每每一道这个冬天一到 他就要犯病 就抽风 是吧 所以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一个韭菜 你要聪明点 你不要撞在他的枪口上啊 你说你你就玩个牌 是不是啥都没有 有些人没事跟天天玩牌 完了以后 你就为这个事把你逮进去拘留你几天 没意思呢 是不是 这个拘留他也是吓唬你 他会拘留吗 肯定会 但是呢更多的99%的情况 到了这个什么 24小时以后就把你放回来了 但是在这个24小时之内 本来你100块钱赌资 最多罚你一个1000块钱 是不是 然后你就赶紧滚回去算了 是吧 不行了啊 这会儿也罚了啊 至少罚5000 你赌资100 罚5000 如果你赌资有1000呢 至少罚你5万啊 我跟你我跟你 你就你就你就 你惦记着啊 所以他的目的还是在于罚款啊 当然呢 你如果是不好好配合的话 不交钱的话 当然拘你了 是不是 治安管理主法条件 写的清清楚楚 公安部的视频的讲话 写的清清楚楚啊 拘留你这个15天 完了以后呢 你在15天之内你要挠动 是吧 你要再去筛沙子 去北京的昌平筛沙子啊 上海是干嘛 我就不知道了啊 反正你要把这个几千块钱 给我挣回来 挣回来以后 你挣满了就让你回去 你没挣满 你继续跟我劳劳作 所以你是越有钱的人 你越没事 大不了我就罚钱 你如果罚到我 你罚到五千块钱 啊五千块钱 我他们给你五千一点一百 行吗 五千一百行吗 是不是 然后恶心大笑 是吧 我有时候在北京 是我就这么玩的 因为你根本上 没有道理可讲 是吧 比如说我有时候开车 有一次开车 他在那个西志门的桥上 他那条路他也没封死 他在那个树丛里面 那个树叶背后写了一个 写了一个东西啊 他说这个地方不能来的啊 这是人性道啊 你不能进来 你根本就看不见 完了以后我有一天 又是开车就进去了 一进去发现一个警察 站在那儿 然后他就哼 你没看见牌子啊 我说牌子在哪儿 他只给我看 果然看见了不能走的 这条路 西志门桥是世界上最复杂的 一小小嘛 是不是 然后就拿出单子去开罚 哎呀我说你别开了 别开了啊 就二百块钱嘛 我给你三百啊 你不能开条了 不能开条三百块钱给他的嘛 是不是 然后 那那假不假 还把这个还开了条 开条然后撕了扔在地上 知道吧 然后我就给他三百块钱 我有多恶心呢 我还把它撕了扔在地上 那个条啊 把它又捡起来 一张一张的碎片捡起来 然后又放在我的这个垃圾袋里面 哎呀我说不能这么搞啊 这个不卫生啊 是不是 完了以后 给人家的黄友工程带来 带来麻烦 我们还是要讲卫生 你素质还挺高 哎呀一般一般的 没你素质高 就恶心呢 你知道吗 你在中国你怎么办呢 是不是 你完了以后你太 你贴你的条 是吧 完了以后给你记录 完了以后说你 发你二百块钱 还扣你三分 完了以后 你还得去消分 很麻烦你知道吗 还不是给他三百块钱 因为他还夸你懂事 在中国就是这样子的 你遇到这些共产党抽风的时候 你要么你就进去赶紧交钱算了 要么你就是别打牌 真的这个时候别打牌 现在共产党据说今天有些新的说法 所以首先第一是没钱了 刚才我已经说了嘛 他们都有任务的 每年到这个时候 他们的一个排出所 一个公安局 每个单位 每个部门全员出动 我告诉你 全员出动抓朵拨 然后每个办公室 每个科室叫做都有罚款的任务 你达不到这个任务 你没奖金 你明白吗 麻烦了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他们说今年形势不一样 大量的人都失业了 没事干 你说一个人没事干 他干嘛呢 你要去嫖娼 你也没钱 你100块钱 人家好点的纪律 不愿意跟你玩 那你只好就是赌博呗 是不是 100块钱 有些人其实没钱 我以前也有的人也玩牌 但是我是一个队打牌一点赢都没有的 我看着麻 我打麻将最多打一一转 也就是四盘是吧 然后我觉得超级无量 有钱没钱 我觉得无聊 但是很弱 之心 那么几个牌排列排列组合 多没意思 我还不如真是看话书呢 是不是 所以我一直没有养成玩牌的这么一个瘾 也算是很感恩的事情 不抽烟 不喝酒 不玩牌 根本没有这些事情 因为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没意思 知道吧 没有智女的那种快感 特别的弱智 就纯粹是打发时间 知道吧 所以你想想吧 这个时候你干嘛呢 虚算散步吧 我觉得 是不是 你不要搞了 不要装在枪口上 知道吧 他们是有任务的 一时同然 抓到你 你必须交钱 不管你是谁 这是第一点 要避开这个风头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今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大量人都失业了 他维稳 为什么今年搞了这么早啊 就是以前吧 就是他也搞这种东西都是春节前后 知道吧 就12月底 或者是甚至1月初公安部才做这么一个 那个以前叫什么电话会议 现在有视频叫视频会议了啊 开会说全国一盘棋 开始抓赌 搞钱捞钱 你知道吗 而且那个时候我这特别好笑的是 除了这个什么公安部 公安局的人派出所人抓钱 一般的这个像什么工厂所 税务税务局工厂局 他都出来抓赌博 那你说你没有资格抓吗 哎呀我要收税 你要锁的税啊 你要好像工商 你是个营利场所 你没有执照 我工厂局一样的罚你的钱 你没有啊 各种怒子你就悠着点 不这个时候不要玩 知道吧 今年就是要维稳啊 知道吧 就是大量的人没有工作 你搞的特别糟 你说是不是 免得到时候群体事件 他们说有一个规定啊 你看打牌的话 一般都是四个人嘛 是不是 完了以后旁边还有抓鸟的 是不是 什么叫抓鸟 大家知道吧啊 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我也知道就应该很多人知道 就是一般都就就就就就 很多人没有经过党和政府的容许 就聚集 去构成一个不稳定的一个潜在的因素 所以必须要通过抓到我维稳 其实这也是下牌 这是北京的公安部的 甚至是席包子的说法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下面的人没有这些个事 他爸爸的你玩牌 你知道吗 他会鼓励你玩牌 所以第三个办法就是什么呢 哎呀我都把人教坏了 其实不用教大家都会啊 就是你玩牌是可以的 首先你第一 你一定要把周边的人要搞好关系 为什么呀 因为他有可能举报 他发动举报嘛 是吧现在中国人举报成风嘛 所以你在玩牌之前 比如说你这个小区里面 你有个麻将士 你把这个门口的那个门位的几个人 给他打点好喽 比如说啊我们今天打牌啊 完了以后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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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钱啊 给你一百 他一个工资才一千多 你给他一百他高兴万呀 他不会不会举报了 是不是 因为他有利益嘛 还有周边的邻居 尤其有些有些个常社妇 你一定要给他打点好了 给他一百块钱 他也不会举报了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有路子 你跟骗警 跟警察直接通膜 今天玩牌啊 这个到时候孝敬你老人家啊 这个至少是给你五百啊 有时候甚至给一千 大家就凑分子了 比如说我们今天一个人 最后最后换 最后这一桌有多少钱 一算啊 给警察提成 他人不在 把钱给他准备好喽 是吧 一个人出二百 四个人就八百 是吧 如果旁边还有个桌了的 再给二百 那有一千一千块钱给他啊 警察高兴快了 懂事啊 是不是就跟我一样的 你你你罚你两百 你给他三百 是不是 完了以后你还不用罚分 多好啊 是不是你给他一千 你明天玩牌 天天玩啊 你多玩啊 啊网上不是有个视频吗 一个警察啊 是是是是苏联那个视频 是吧 啊 把一个车拿下来啊 绝对违规了啊 发款 然后你就发现 从车窗里面 就伸出一只一一张这个纸币 一看啊五块钱 一个警察摸一摸挺好放下来 然后过了会儿又啊 又伸出一张纸币一百的 然后又伸出一张纸币五百的 以后你就天天怎么看啊 这这这这块地这块地方 我他妈说了算 谁跟你有什么过不去你找我 随时找我 就是花钱的事情 就是横数都是要花钱 所以你语气你被抓进去以后 交罚款 就要要要要花钱 你还不如事前花钱 是不是搞定了吗 所以共产党的事情呢 你说好玩啊 他也好玩 你说搞容易搞定 他也容易搞定 总归就是你要了解 给共产党季节抽风的这么一个套路 是吧 不要中招啊 有的是办法 所以中国是一个什么 我说是个有钱人的天堂 你如果有几个钱你趟着走 你不要跟他们为敌 是吧 总归能搞定 但是呢 结果就是人人都变成狗屎 人都变成垃圾 你说我当年在北京开车的时候 你一个警察发你二百 反正以后你应该要怎么样 应该要据你力争 说你这个标志不明显 你没有什么给我足够的知情权 你故意设套路 我应该要告你 我应该通过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行政诉讼 是不是 搞行政服役 我应该去法庭去起诉你 这样玩 我要跟你要死磕 你死磕什么呀 共产党的法庭是他们的 公安也是他们的 检察院也是他们的 你死磕什么呀 当分了个时间 有一个死磕的律师叫郝俊松吧 最近就要被判刑了 也不知道会不会被判 在中国的死磕什么呀 要么你就是 叫做什么 叫做同流合污 是吧 要么你就像我现在一样 老子不跟你玩了 走人就这么低了 是不是 谢谢大家